很多人他會用性懲罰對方 好 怎麼說 最直接的啊 就是我跟你很不親密 或者是我常常跟你講很多事情 例如說我希望你回家的時候 可能他想要一些親密舉動 就是你回家的時候 跟我說一聲你回來了 然後抱抱我 親親我 問問我今天過得好不好 可是你可能都不願意做到的時候 可能女生就會在晚上的時候 懲罰另一半 不給他 就是不跟他發生性關係 所以有些人他的性 其實是一種懲罰的一種形式 是 好 我來補充一下那個 講到性理 講到要補充 不是 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在八字命格裡面 他其實有可以看到 你們兩個人 就是這兩個人的性方面合不合 八字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所以說那個根本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以前的人是這樣看說 這兩個人可以結婚不可以結婚 八字耶 所以不免去試試看 只有 inclusive 什麼 肉在有刀 是 是 比較 nuevos